每日 走了 可以指我感觉身心非常的舒适 很惬意的 嗯 大家注意区分 je suis bien和je vivienne je vivienne表示我近来过得挺好的 而je vivienne呢 一般在口语当中指我整个身心非常的舒服 alors on est bien ici 我们过得蛮舒服的 那关键呢 就是前面的这个g 它的用处了 相信同学们听了刚才的解释呢 也可以猜到样了 g在这里也是做的感叹副词 表示多么 g en est bien ici 我们在这儿多么的舒服啊 哎 它的用法也非常的简单 直接放在一个陈述句子前面 再加强语气 用一个叹号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句子变成成数句了 比如说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que ce spectacle est magnifique 这演出是多么的精彩啊 que la vie est belle 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所以今天我们就学到了感叹副词 g的用法了 哎 那看着这个标题呢 我们大致猜测 Fanny et Bertrand 这两个人在Mougallou 是不是过得非常的开心呢 还是说他们其实在说反话呢 这是一个小学恋呢 他具体表达的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我们在学习了课文之后 自然就会发现了 不过到目前的情况来看 似乎这个假期过得不是那么的顺心了 我们来回忆一下之前讲到的内容 嗯 来看这样的一句话 che claudia et jérôme il y a un une mais il n'y a pas deux 根据我们前面学到的 课文长期的内容 我们来填一下 这个很简单的句子呢 che claudia et jérôme il y a un salon 他们有一个客厅 une cuisine 一个厨房 mais il n'y a pas deux chambre 但是呢 他们有非常重要的房间 这几个字呢 都是我们通过上个单元的学习 需要掌握的 我们再来读一下这句话 尤其注意这几个名字的一样性 che claudia et jérôme il y a un salon une cuisine mais il n'y a pas deux chambre alors ce n'est pas une maison normal 我们可以讲下一个节目 这并不是一间正常的房子 normal这个形容词 我们也在上一个单元当中学到啊 c'est normal 就是很正常的 但它呢 也当然可以放在名词的后面 对它进行形容 une maison normale 就是一个平常的正常的房子 各种设施齐全的 应有尽有的 比如说我们看这样的一幅图 ça c'est une maison normale nest pas 这个呢 就是一所正常的房子啊 至少它是有睡觉的地方的 不需要dormir dans le caravan 所以今天我们的演入部分呢 就一起来看着这一座房子 来学习一些更多的 跟房屋有关的词汇了 那么首先 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c'est une maison de combien d'étage combien 一个一万副字 我们还记得 它是问多少个 几个 combien de étage呢 指的就是房屋的楼层 所以这句话问的是 c'est une maison de combien d'étage 这是一个几层的maison呢 几层的房屋 我们来看一下回答 大家可以选择 c'est une maison de deux de deux étages 这是一栋两层的房屋 有同学说 我们已经看到了三层嘛 我们看仔细吧 最下面的那一个是什么 叫做 la gave 地下室 那不如呢 我们就从下 往上来看这三层 分别怎么说呢 首先最下面的 埋在地下的 la gave 来配置地下室 地窖 我们也经常在一些 和葡萄酒有关的 人当中会看到这个词 因为它也可以指 酒窖 储存葡萄酒的地方 la gave 就是地下室 那么它上面的这一层呢 叫做 有同学说 嗯 这是第一层 对吗 我们来看一看 它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叫它 le gave de chaussi 或者 le gave de jardin 翻译下呢 就是底楼 底层 le gave de chaussi gave代表这个平面 和谁谁齐平的 chaussi呢 是路面的意思 所以 le gave de chaussi 只是一个复合词啊 它是用原字符练起来的 意思就是和地面 齐平的这一层 le gave 或者呢 如果这个房子 是带花园 带jardin的 我们也可以叫它 le gave 和花园齐平的这一层啊 这就是我们法语当中 一楼的表达 那么再往上呢 二楼 它叫 le premier 我们知道是第一的意思 对吗 所以啊 其实法国人 他们的楼层数数方式 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他们从二楼开始呢 才是le premier 我们注意一下 这里的连诵 le premier 这是二楼 那如果我们上面还有三楼呢 只好可以复习一下叙述词的知识 三楼就是 le deuxième 四楼 le troisième 总之呢 比我们的表达都要少一层 这可以说是一个中法文化的差异了 好搞清了楼层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le pièce de la maison une pièce 指的是一间房 我们注意一下 pièce和champre的区别 champre呢 侧重于这个房间的用途 它是用来睡觉的 une champre 而pièce呢 可以说是一个房间的单位 不管是用来睡觉的 champre 用来会客的salon 或者是其他用途的一些房间呢 一个就算une pièce 所以我们如果去法国的租房网站上看 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表达 un appartement de deux pièces 我们可以翻译成一个两居室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仪式一厅了 它是隔成两块的 un appartement de deux pièces 或者也可以直接叫un deux pièces 一个两居室 这是pièce的概念 好了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这一幢房子当中的pièce 也是从最底下开始 这底下的gave呢 它分了两块 有不同的功用 左边这一块呢 把它做成了一个gabinet de travail 我们说工作室 le gabinet de travail un gabinet 一个小间 un gabinet de travail 一个小的工作间 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说 c'est un bureau 这是一个书房 bureau 可以指工作的办公室 那在房屋结构当中呢 也能指书房 le bureau 而右边这一块呢 这是一个什么 洗衣房对吗 我们来看一看 洗衣房怎么说呢 叫做la salle de laver la salle de laver laver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是哪一个动词的名字形式吗 对吧 就是洗 laver这个动词 它的名字形式呢 叫做laver 那它是一个阳性 还是阴性的名词呢 我们这里啊 如果你看到 以AGE结尾的名词 那么它99%都是阳性的 所以这里的laver 也是阳性的 la salle de laver 洗衣房 接下来 在一层呢 il y a une cuisine 对吧 最左边是厨房 la cuisine 中间呢 这是一个饭厅 叫做la salle à manger une salle 一个厅 做什么用的呢 用来吃饭的 la salle à manger 饭厅 而饭厅的右边呢 就是le salon 沙龙 客厅 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 le séjour 洗居室 le séjour 一般来说呢 我们租的那种公寓 appartement里面啊 一般都说salle 而不说salon salon听起来 就比较的富力堂皇 要比较大一些 而我们现在所住的呢 大部分都是séjour和洗居室 et puis au premier étage 在几楼 在二楼 可能大家需要反应一下了 le premier étage 二楼 il y a deux chambres 有两个房间 对吗 il y a deux chambres 而在这两个房间的中间 qu'est ce que c'est 有同学说 这个是le toilette 是厕所 其实呢 它不光是有厕所了 更重要的 它是一个浴室 对吗 我们看到浴缸在里面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房间呢 我们叫它la salle de bain 浴室 la salle de bain les bain 就是泡澡的意思了 而且呢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 一般我们说到la salle de bain的时候 bain都会用附属的形式 就是一个小细节啦 la salle de bain 浴室 这就是这一间房当中的 几个重要的piece 我们来再复习一下 il y a un cabinet de travail ou un bureau une salle de lavage une cuisine une salle à manger un salon de chambres et une salle de bain ça c'est une maison normale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房子嘛 因有尽有的 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好 我们刚才通过几个小练习 来巩固了一下 今天学习到的 这些关于房屋结构的词 也是我们在一场生活当中 非常常用的 那这里呢 我们特别注意一下 饭厅这个词 来回忆一下 叫做la salle de manger 对吗 la salle de manger 这里用到了一个介词 a 这就是我们新接触到的 介词a的一种用法了 它在这种情况下 表示用途 la salle de manger 用来吃饭的听 那就是饭厅了 这个用法非常的常见 比如说我们在 selle de lavage 洗衣房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机器是什么呢 la machine à laver 就是洗衣机了 la machine à laver 用来洗衣服的机器 用这词a来引出这个用途 那在这两个例子当中呢 用到的都是动词 对吗 la salle de manger la machine à laver 我们也可以在后面 跟名词 比如说牙刷 这个常见的物品 同学们知不知道 它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先回忆一下 刷牙用法语怎么说 是会用到 代词式动词 se brosser les dents 所以刷这个动词 就是brosser 那我们的牙齿呢 就是don 因此牙刷在法语当中 只叫做la brosse à don la brosse 刷子 à don 是用在牙齿上的刷子 la brosse à don 就是牙刷了 或者呢 我们说到一个tasse 杯子 那它可能是茶杯 也可能是咖啡杯 对吗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戒词a来表示 la tasse à dé 就是茶杯 用来喝茶的杯子 la tasse à café 就是用来喝咖啡的杯子了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们也学到了 戒词a的好几种用法 大家都可以接下来 a呢是法语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戒词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说各位同学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 我们一起通过一幅图来了解了 一座 maison房子当中 我们所需要掌握的词汇 学会了这些内容 如果我们以后 有在法国租房子的需要 就可以看懂那些租房启示了 那我们今天呢 还是从这一幅图开始 我们已经学会了其中 各个PS各个房间 他们的说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样的三句话 la salle de lavage et chemin du cabinet de travail la salle à manger et chemin du séjour la salle de bain et chemin les deux chambres 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三句话当中的空格力 填上什么 可以使它们成为完整的 能够表达一定意义的句子呢 可能最后一句 会比较突破一些 la salle de bain 是浴室 la salle de bain et chemin les deux chambres 这两个房间 这里呢 我们可以填一个戒词 也是以前学习过的 叫做entre entre 那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句话 la salle de bain et entre les deux chambres 意思是说 这浴室呢 在两个房间的中间 entre 在什么什么之间 所以呢 其实这三句话 正是在表达这所房子当中 一些房间的方位了 那前面的这两句 要怎么表达呢 这就是我们需要通过今天的学习 来掌握的内容了 那首先进入今天的 第一个需要学习的语发点 pour exprimer la situation 如何来表达简单的方位呢 这里呢 有一个很可爱的图 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 qu'est que c'est 这是个什么呢 我们在图中看到了 une boîte 一个箱子 une boîte 箱子里有一只 amster 很可爱的 仓鼠 它和英语里的评法是一样的 但是在读音上 我们要注意 amster 它的音标也在旁边 味道标出来了 嗯 那我们就可以说 c'est un hamster 有没有这段哪里有问题呢 有的同学说老师老师 你不是一直强调需要联诵吗 为什么不是c'est un hamster 注意到这一点的同学呢 说明你对于联诵的知识 掌握得很好 不过这里我不联诵 也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呢 应该有更细心的同学发现了 在他的音标当中 A的前面有一个写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amster 这个单词中的字母h 它是一个虚音h 而虚音h是不参与联诵的 我们从他的音标当中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我们记住仓鼠 amster 打头的h是亚音h 因此我们可以再重复一下这句话 c'est un hamster et alors o est le hamster 这个仓鼠在哪里呢 同样的 le和虚音h打头的hamster 也是不能省音的 所以是le hamster 就是 dans le hamster est dans la boîte 嗯 le hamster est dans la boîte et puis 那在这一幅图当中呢 le hamster est sur la boîte 它是站在箱子的上面 sur la boîte sur表示在什么什么的上面 我们还学过哪一个 用sur来表达的 比如在路上 sur la route 因为route指的是公路 在路上我们就应该用sur sur la route 那上面是sur 下面呢 叫做sous le hamster est sous la boîte sous la boîte 比如说法语里的潜水艇 这个词 看起来好像高级的词汇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叫做sous marin un sous marin sous在什么什么下面的 marin跟海有关的 所以sous marin 在海下行驶的 那不就是前世词吗 le sous marin 嗯 你可以记住 然后我们再换一个位置呢 这时候 它是站在箱子的前面 嗯 在什么什么的前面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这句话 le hamster est devant la boîte devant quelque chose 在什么什么的前面 我们以前是不是学过 这样的一个戒词 叫做avant 我们能发现 avant和devant 有一点相似之处呢 其实他们两个 也可以一起记忆 avant呢 指的是时间上的之前 如avant mon anniversaire avant l'année dernière 而devant则是空间上的前面 devant la maison 在房子前 devant la boîte 在箱子的前面 这一组戒词 我们可以一起来记忆 另外关于devant这个戒词 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 也很好记 嗯 我们有时候可以说 devant quelqu'un 那它指的是 站在某人的前面吗 其实它有个隐身意 就是当着他的面 比如devant tout le monde 当着大家的面 比如on ne peut pas dire cela devant tout le monde 这件事啊 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 要私下里说 这是这次devant的 一个隐身的用法 我们可以一起记住 而在方位当中呢 devant指的就是在前面 那既然有前面 自然也有后面 在什么什么的后面是 derrière derrière le hamster est derrière la boîte 注意它的评写啊 derrière 好上面下面 前面后面和里面 我们都说过了 那还剩哪一个方位呢 那就是旁边 如果要说 它站在箱子的旁边 要怎么说呢 有一个很好用的词读 叫做 à côté de à côté de couté 就是bien bien的意思 à côté de quelque chose 在什么东西的旁边 所以我们可以说 le hamster est à côté de la boîte 注意这里的联想 le hamster est à côté de la boîte 那有些需要说 嗯 plus précisément 我们可以说到 更加的详细一点吗 à côté de 到底是在 左边的 côté 还是右边的 côté呢 当然也可以表输了 我们法语当中的 左和右 左叫做 gauche gauche 右呢 droit droit 比如说 我们巴黎塞纳河 会有一个很中文的 左岸右岸 对吗 左岸就叫做 rive gauche 右岸呢 rive droite 就是用到的左右 这样的形容词了 当然他们也可以做 名词来使用 因此呢 就有了这样的 表达 a gauche de 在什么什么的 左边 a droite de 在什么什么的 右边 所以左边这幅图 我们就可以说 le hamster est à gauche de la boîte 那右边这幅图呢 le hamster est à droite de la boîte 非常简单 对不对 我们再来说理一下 在里面 don 在上面 sur 在下面 sous 在前面 devant 在后面 derrière 在旁边 à côté de 那更加具体一些的呢 在左边 a gauche de 在右边 a droite de 所以现在我们再去看 课程当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的那几句话 是不是非常简单了呢 la salle de la boîte 洗衣房 est à droite du cabinet de travail 它在书房的右边 la salle de manger est à gauche du ciruj 饭厅呢 在洗衣室的左边 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好 那刚才我们一起学习的呢 是比较简单的几个 表示方位的介词 或者介词短语 可以说还是比较理论的阶段了 我们用的是那个 amster 仓属的图 来给大家做的示范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呢 就是更加进阶一些的了 如果你走在路上 别人来问你路 比如去在哪里啊 医院在哪里啊 等等 你要怎么样给它指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起看一看 在指路当中 可以用到的一些词汇 或者句子 比如说我们先看这样的一幅图 图像非常形象 一张箭头给我们标出来了 这个是直走对吗 怎么样把它直走呢 首先走 我们用elle就可以了 那直呢 用一个副词来修饰它 叫做elle elle tout droit elle tout droit 一直笔直的往前走 do呢 在这里它是做副词使用的 我们理解一下它的意思 就是非常狠的意思 do droit 不话 笔直的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不话是副词笔直的 我们标白它和右边 do droit 搞错了 一个有呃 一个没有 在发音上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笔直走呢 就是elle tout droit elle tout droit 嗯 那我们用的句子当中 比如说 您就笔直的往前走 vous allez tout droit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vous allez tout droit 您笔直的往前走 那一直走到哪里呢 总要有一个镜头吧 这个镜头怎么样来表示 其实这个词 我们以前已经接触过了 叫做 juska 直到 juska 比如 vous allez tout droit juska la poste 您呢 一直往前走 一直走到邮局 vous allez tout droit juska la poste 我们也可以走到别的地方 那比较常见的就是 你一直走到那个路口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对吗 那路口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在之前也有提到过 就是加勒福 le carrefour 它在发语当中的原本的意思 就是十字路口 所以我们可以说 vous allez tout droit juska au carrefour 你就一直走 一直走到那个路口为止 juska加上 le carrefour 要所合成 juska au carrefour vous allez tout droit juska au carrefour 或者也可以说 vous allez tout droit juska au carrefour fe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有一些同学 以前见到过这个词 它的单数形式 le feu 指的是很危险 但又是我们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火 le feu 那您一直走到火那里 好像说不太通 我们注意了 如果用复述的形式 le feu呢 它是可以指 我们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的 所以法语里 红灯是le feu rouge 红灯 le feu rouge 绿灯呢 le feu vert 它们加在一起 有一个路口 总归是三个灯的 对吗 就是le feu信号灯 其实很好理解啦 因为在一开始 还没有变的时候 人们的信号呢 通常都是用feu来做的 所以这个说法 也一直也用至今 因此 vous allez tout droit juska au feu 和vous allez tout droit juska au carrefour 意思是一样的 都是走到路口 所以我们通过这两个句子 就可以知道 一直走到什么地方 要怎么表达了 我们接下来看这一张图 这个动作是怎样的去走呢 它是穿过了这个公园 对吗 穿过 我们用一个动词 traverser traverser 比如说 你先穿过这个公园 vous traverser le parc vous traverser le parc 很简单 用一个动词就可以了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再要看的就是 转弯了 转弯了 也有一个动词 可以直接表达 叫做 tourner 都是第一种动词 非常简单 但是 tourner呢 也分往左 tourner 和往右 tourner 那怎么样说呢 左右我们已经都会了 所以往右拐呢 就是 tourner à droite tourner à droite 那往左拐呢 tourner à gauche tourner à gauche vous tourner à droite vous tourner à gauche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 比较简单的 用来直转弯了 如果对方问你 excusez-moi 诶我 诶我先离毛一点 打扰一下 对吧 excusez-moi pour aller à la poste s'il vous plaît 这就是非常标准 有很有离毛的 一个文读的 就是 excusez-moi pour aller à s'il vous plaît 对方就知道 诶我先到他路了 pour aller à la poste s'il vous plaît 就这样 有机怎么走呢 我们必须回答 vous allez tout droit jusqu'au feu et puis vous tourner à gauche vous traversez le parc et la poste est à votre droite c'est comme ça vous pouvez先 一直走 一直走到路口 然后 tourner à gauche 向左 quand vous tournez après traverser le parc 穿过公园 那个邮件 就在您的右手边 la poste est à votre droite 是不是很简单 我们也可以 自己来订阅 一起来 做个小练习吧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好 好 同志们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 这一课的语法内容 好 那先让我来问大家 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了 这是什么呢 同志们可以回答我 这是我们之前在讲到 房间当中的 各个公用的时候 学到的一个词 可以指书房 那我也说到了 太黑指 我们上班的办公室 所以我去上班 就可以说 je vais au bureau je vais au bureau 这是他指办公室的时候 那bureau这个词呢 它的意思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图上的 这个书桌也叫 c'est un bureau alors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幅图呢 qu'est-ce que c'est 这里面是什么 同志们可以回答我说 ce sont des 因为这里有不止一张桌子 那么bureau也要用到 它的复述形式 这就是我要考考大家的了 bureau的复述形式 应该是怎样拼写的呢 给大家几个选校 我们来选择一下 其实这一点 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了 这些以e a u结尾的名词 它们在变复述的时候呢 傻加x的 对不对 des au des oiseaux de bureau 所以应该是 ce sont des bureaux 嗯 那么经过之前的学习呢 我们也在tips当中 给大家讲到了一些 关于名词变复述的时候 它们的形式构成 相信经过这些学习呢 大家应该有一个初步的概念了 比如说 我们可以先通过一个小练习 来检测一下 关于法语当中 名词变成复述的情况 你们经过学习 或者其他的补充 已经掌握到哪些了呢 我们一起来做一顿这几个练习 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好 刚才的这几大题 大家都做得怎么样呢 虽然说 其中的一些变复述的规律 我们还没有系统的讲到 但是这些单词 都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也告诉过大家 它们的复述形式应该怎么写 好 那如果做的不是特别理想呢 也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这一节课 就带着大家来系统的看一看 法语当中 单数名词变复述的时候 都会有哪些情况呢 那首先我们最了解的 大多数的名词 它们变复述都是非常方便的 直接在名词的词位 加上s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s 它是不发音的 这也是法语的一个特色了 我们有时候如果听到一个名词 必须要通过贯词 才能判断出来 它是单数还是复述 因为它结尾的s 是不发音的 这是第一条 也是最简单的一条 我们来学几个例子吧 比如一只猫 一只猫 一些猫 一只狗 一些狗 一些狗 一个老师 一些老师 等等 这是第一点 那除了这一类大多数的名词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词形 比较特殊的名词 它们在编复书的时候 有自己的规则 比如如果这个名词 本身就是以s x或者z结尾的 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下 它们变成复述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加s了 也就是说 这些名词在编复书的时候 形式是不变的 以s x 有句超级超级经典的艳语 叫做 bazaba on va loin 一步接着一步 我们就可以走得很远 所以一步就是 un pa 那很多步呢 d pa 不需要再加s了 还有 fis 儿子 他本身就是一个s结尾的 而且他的发音也比较特殊 s是会发音的 fis 一个儿子 un fils 很多个儿子 d fils 也是不需要再加s了 那以x和z结尾的呢 我们也可以举这样的两个例子 比如价格 pris un prix d prix 还有我们脸上的鼻子 d un ne d ne 另一些名词 他们再变复述的时候呢 形式都是不变的 epi 第三点呢 如果这个名词是以 啊语 儿啊语 或者儿语结尾的 那他们再变复述的时候 我们应该加什么 应该加字母 x 里面的儿啊语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o chateau oiseau 那儿语和儿语 和他也是一样的情况 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词 叫做du du 它是管子的意思 那如果是很多的管子呢 d du 也是在结尾加上x 以儿语结尾的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 je 好 所以这三种 需要在词位加x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记 嗯 接下来第一种呢 其实也是我们见过的 比如动物 animal这个词 它在变成复述的时候 要做怎样的改变呢 an animal des animal 嗯 它是要把结尾的al 变成a u x animal animal 那么animal当中 有一种我们很熟悉的 马 cheval 它也是以al结尾的了 所以一匹马 ancheval 几匹马呢 des cheval des 所以这是我们名词变复述的 规律当中的第四点 al变为 a u x 不过在这一点里面呢 有一个很常见的特例 是需要我们记住的 那就是艺术节这个词 festival festival 它虽然也是以al结尾的 但是它变复述的时候呢 是一个特例 我们直接加上s就可以了 an festival de festival 这个特例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记住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种情况 也是在刚才的练习当中有做到的 就是以al结尾的名词 接下来它也可以和al一起来记忆 因为这一类的名词 在变复述的时候 词位的al同样也是变成a u x 那最经典的 这是我们学过的工作这个词 tavai tavai 它的复述形式呢 从词形上讲 就应该是tavu tavu 为什么要特意强调 从词形上讲呢 因为它变复述的时候 和原本的意思呢 会有一些差别 单数形式下 不可数的tavai 指的是工作 而复述的tavu 则指的是工程 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那还有什么以al结尾的名词呢 有这样的一个叫做vitae vitae 它指的是教堂上的一些彩绘玻璃 有专门的一个名词 彩绘玻璃 这叫vitae 那它的复述形式呢 同样的也是vitae vitae vitae 所以以后我们看见 以al结尾的名词 在变复述的时候 也是变成rux 而接下来呢 我们就到了最后的一种情况 有一些名词是以欧语结尾的 它们在变成复述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变化呢 有的同学啊 可能自然而然的 会把它归到和 欧欧欧欧欧欧一类 认为应该加x 嗯 那你就错啦 我们注意了 以欧语结尾的名词呢 在变成复述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直接加s就可以了 比如这样的一个名词 fu fu 我们以前见到过 它在做形容词的时候呢 指的是疯狂的 那么如果做名词来使用 unfu 那其实就是一个疯狂的人 一个疯子 unfu 那如果有很多个疯狂的人呢 dfu dfu 直接加s就可以了 比如说在 在双心理字 相信理事 他今天那首歌里面呢 有一句就是这样唱的 tumma di j'ai hanté vous dons un sou seul avec dfu tumma di 你告诉我 j'ai hanté vous 我呢 有一个约会 hanté vous 约会的意思 dons un sou seul 在一个地下通道 sou seul 我们在里面就看到了 sou这个解词了 对吗 soul也是地平面的意思 那么sou seul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地下通道了 dons un sou seul avec dfu 和那些疯疯癫癫癫的人 有一个约会 这里的fu 用的就是它的附属形式加s 不过我们刚才也说了 是一般情况下 以欧语结尾的名词加s 但是却有这样七个 比较特殊的情况 哪七个呢 它们连在一起 本身就有一点像一个小小的口诀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是哪七个以欧语结尾的名词呢 bizu kaiu shu j'nu ibu juju bu 嗯 就是这七个啦 bizu 珠宝 kaiu 小石子 shu 卷心菜 j'nu 膝盖 ibu 猫头鹰 juju 玩具 还有一个 bu 跳的 嗯 我们再来听一遍 这七个名词 bizu kaiu shu j'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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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ju bu 也就是说 在法律里呢 只有这七个以欧语结尾的名词 它们在变成夫数的时候 是要在词位加x的 接着呢 是只有这七个 比如说像树这个名词 它指的是卷心菜 那我们可能也知道 法国人呢 会对自己亲爱的人 有这样的一个昵称 mobutichu 我可爱的小卷心菜 mobutichu 那如果是情人呢 它们可能直接称为 叔叔 就是亲爱的的意思啦 叔叔 很可爱啊 就是我们的宝贝的意思啦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叔叔 变成夫数呢 它也不属于那七个当中的 所以叔叔也是加s的 因此呢 我们也可以记住 只有这七个是需要加x 其他的情况 我们都直接来加s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是哪七个词呢 bizu kaiu shu j'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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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ju p 一起来走个小练习吧 好 所以经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就了解到了法语里 名词变复数时候的 一些基本的规律了 我们再来简单的 复习回顾一下 一共有六条基本的原则 第一 大多数的名词 可以直接加s变成复数 第二点 如果是以s x z 结尾的名词 它们变复数的时候 形式不变 第三点 以a u a u a u 结尾的名词 变复数的时候 加x e l a el 这两种组合结尾的名词 变成复数的时候 更有个特別的 他们分别是 bidru kai yū shu renu i vu rlu 嗯 它们是用夹x的方式 来变成复数的 好 现在我们掌握这些 基本的规律 以后再看到新的名词的时候 也可以自己判断出 它的复数形式了 那от而這就是最基本的规律 有一些属于特例情况的名词 也需要我们在学习之中 慢慢的去积累和记忆了 cetope orori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些课再见 rov 大家好 Tus 上一节课当中讲到了 欢迎法语理 单数名词变复数的一些基本规律 大家掌握的如何呢 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对吗 在我们已经学习 认识了这么多的单词以后 其中的一些规律呢 我们自己都已经可以发现了 那其实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单数的形容词变成复数 阳性名词变阴性 还有阳性的形容词变阴性 等等 他们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那同学们不妨先自己 根据我们已经学到的名词 形容词来做做小研究 那么在之后 LeoT老師为大家总结到的时候 你就能够掌握得更加牢固了 OK 那么今天这一节课呢 我们一起来看课文部分的内容 首先 这一课的主题叫做 Cone Biancy 课作为感叹副词引导的感叹句 我们在这个单元的第一课 已经来了解过了 那么Cone Biancy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儿待得多么的舒服啊 但是呢 当时我也提出了一个疑问 究竟她是真的感慨 在这个地方待得很舒服 还是借着这个感慨 再说反话发牢骚呢 嗯 那这样从课文里面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Cone 1的内容 Cone 1 Fanny et Bertrand ont passé leur première nuit à Montcaillou Le matin Alors en forme vous avez bien dormi dans la caravane comme dans un 4 étoiles allez venez boire le café asseyez vous 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对话 但是其中却有几个 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需要我们通过它来掌握的 Cone 1 Fanny et Bertrand ont passé leur première nuit à Montcaillou 很简单啊 就是说他们度过了 在 Montcaillou的第一个晚上 Leur première nuit passé une nuit à Montcaillou 在那里度过一个晚上 Le matin 那这个早上呢 肯定是第二天早上了 Alors en forme 就是Gérôme在问他们 那en forme呢 是一个简短的说法 他问的其实就是 vous êtes en forme 你们精神还好吧 formme这个名词 我们还记得吗 在上一个单元当中就出现了 Resultat on a la forme 所以avoir la forme 可以指我们身材很好 而être en forme呢 则是指精神非常的不错 Alors en forme vous avez bien dormi dans la caravan 你们在旅游房车里 睡得还好吗 这里用到的是 是动词dormir的 复合过去时 因为问到的是 昨天晚上的一个事情 所以用复合过去时来搞答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句话 vous avez bien dormi 你们睡得好吗 后面的 dans la caravan 是一个地点状语 我们可以先抛开不看 我们在这里 要非常注意的是 这个副词bion的位置 在之前讲到副词的时候 我们说过 如果是在直升式现在时中 副词应该放在 所以je dors bien 我们可以翻译成 我睡眠不错 je dors bien 但是这里注意了 如果是在复合时态当中 那我们现在学到的复合时态 就是这个 la second posée 复合过去时 这时候我们的副词 应该放在 助动词和过去分词之间 所以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 我们应该说 je bien dormi 注意副词bion的位置 是在a和dormi的中间 je bien dormi 这是关于副词位置 我们要先找回的一点 vous avez bien dormi dans la caravan comme dans un 4 étoile 就像睡在一家四星期酒店一样 在套的评价很高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alli venez boire le café 那么来喝咖啡吧 有同学会奇怪 为什么这里的boire 后面用的是定罐词呢 那说明claudia 已经把这个咖啡准备好了 所以她是特指的一份咖啡 因此这里用定罐词 也是没错的 epi 她说 assé vous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句 assé vous 就是你们快来做吧 它也是一个命令式的形式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 坐下这样的一个动作 首先有一个动词 assoir 它只能是让某人坐下 assoir 那如果是自己坐下呢 我们当然也可以用它的 带动词形式 所以就是assoir assoir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assoir 它是怎么变位的呢 这个动词比较特殊 它的变位呢 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它可以是这样变的 jassoir duassoir ilassoir elassoir nousassoyons vousassoyez ilassoir elassoir 这是第一种变位形式 那第二种呢 它也可以是这样变的 jacier duassier ilassier elassier nousassayons vousassayez ilassaye elassaye 好我们不仅要注意 它两种变位的形式 还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变位当中的发音啊 嗯 那有一些东西考虑的很多 他说是不是这个动词 有几种不同的用法 那在特定的用法下 应该用某一种变位呢 其实不是啊 这两种变位呢 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并没有意义上面的差别 也就是说 你在使用这个动词的时候 用rasoir这种变位也可以 用rasier这样的变位也可以 两种都可以使用 这是assoir的变位 那么assoir这个带动词呢 应该怎么变 大家也可以自己试一下 那老师就不带着大家做了 好 那认识了sassoir这个动词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 带动词的命令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如果是肯定的命令呢 我们注意 这时候自反代词 se要放到动词的后面 并且呢 两者中间用一个特定用 连字符连接起来 而且还有一点要注意的 如果是对第二人称单数 对的命令 这个自反代词 de要变成toi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se lever起床 那如果我对你说 你快起床 那就是leve toi leve toi 颠倒一下位置 并且把ne变成toi 那如果是我们快起床了呢 leve nous leve nous 你们快起床 leve vous 其实还是非常简单的对吗 来动词的命令是 如果是肯定命令呢 都是这样的形式 那如果是否定的命令呢 我们当然还需要用到ne pas这样的结构 注意否定的命令当中呢 他们不需要点到位置了 直接把ne pas放在带动词的两边就可以了 而且这时候 ne也不需要变成toi 因此呢 你不要起床 ne te leve pas 我们别起床 ne nous leve pas 你们别起床呢 ne vous levez pas 嗯 这就是带动词命令式的形式了 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来做一做 sasseoir 坐下 这一个带动词的命令 那这里我们注意了 虽然说它的两种变位形式呢 都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我们在命令式当中 大家经常听到的 应该是 je sais je sais nous assayons 这样的一个变位的形式 所以我们记的时候 也可以记这个 那么肯定的命令呢 你坐下 assiez toi 我们坐下 assayons nous 你们坐下 assayez vous 是不是就是Claudia说的那句 assayez vous 如果是否定的命令呢 你别做 ne tassiez pas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简短的 sann的场景呢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从它的最后一句 i c e v当中 引出的动词sasseoir的变位 和带动词的命令式 这两个重要的知识点 虽然说内容看起来并不多 但还是需要同学们在课后 好好的消化消化哦 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好 所以上一个场景呢 讲的是他们第二天早上起来 在吃早饭的时候 发生了一段对话 那我们还记得 他们今天可是有安排到 我们先来一段对话 他们是要进行一场远族旅行的 所以第二个场景呢 就发生在他们去远族的路上啊 剪2 Sur la route Vers le départ de la randonnée Vous ne pouvez pas passer Et pourquoi Il y a une manifestation de l'APPO C'est quoi l'APPO L'Association Pour la Protection DesOurs Ah Tu vois Bertrand Il y a des ours Dans la région On va prendre La route de foie C'est interdit aussi Il y a une manifestation Des fermiers C'est toujours comme ça Chez vous 好 那这一段发生在路上的场景啊 其实还蛮搞笑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Sur la route 在公路上 Vers le départ de la randonnée 再去远族出发点的地方 Le départ 这个名词呢 可以指出发这个行为 也可以指出发的地方 那他们要去远族呢 肯定是从山上的某一个地方出发 前面是开车过去的 对吧 所以他说是 Vers le départ de la randonnée 那和dipart相对的名词是什么呢 就是 L'arrivé 到达 或者到达的点 也就是终点 Le départ L'arrivé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句子当中的 Vers这个戒词 它指的是朝着 向着某个地方 Vers le départ de la randonnée 在朝这个出发点 行进的路上 他们呢 被一个 Gendarmes拦了下来 Gendarmes就是法国的宪兵 武装警察 我们在一些游行集会的时候 会看到他们在街上维持之安的 Gendarmes 他说 Vous ne pouvez pas passer 你们不能从这儿过 Pourquoi 为什么呢 Il y a une manifestation de la pipi 果然啊 这里呢 有一个游行 une manifestation 是什么组织的游行呢 这个组织的名字叫 La pipi une manifestation de la pipi 看来呢 Fanny也不知道这个组织 所以她问 C'est quoi la pipi 我们来看Claudia的答案啊 她指的是 L'association pour la protection des ours 所以A pipi 就是这个组织名字的 所写形式 L'association 组织联合会 是干什么的呢 Pour la protection Protection 它是保护的意思 是为了保护谁呢 La protection des ours 所以我们可以翻译成 雄类保护组织 他们在做一个manifestation 然后Fanny的反应非常搞笑 她说 Ah tu vois Bertrand 这个地方是真的有熊的 这就要说到 上一个单元的最后一课里面 他们不是 睡在房车当中 听到了 un bruit bizarre 奇怪的声音 然后Fanny就很担心 会不会有熊 Bertrand说 Il n'y a pas d'urcis 这个地方不会有熊的 然而第二天 他们就碰到了la pipi 所以Fanny是这样的一个反应 Et puisClaudia dit On va prendre la route de foie 那我们就去走 La route de foie吧 是另外一条路的名字 C'est interdit aussi 那里呢 也是走不了的 C'est interdit 这里用到了一个动词 叫做interdire 是禁止的意思 那么它的过去分词形式呢 interdit interdite 表示被禁止的 那这个过去分词呢 也是已经可以直接作为形容词 来使用嘛 Etre interdit 或者Etre interdite 就是说某样事情呢 是被禁止的 C'est interdit aussi 那一条路呢 也是走不了的 为什么呢 Il y a une manifestation des fermiers 因为那里有一群农民在游行 所以说 Il y a des manifestations partout Dans la région 在他们这个地区啊 到处都是游行的嘛 Bertrand也是这样的反应 C'est toujours comme ça chez vous 你们这里永远都是这样的吗 到处都游行的吗 不让人走的吗 C'est toujours comme ça chez vous 这里的 chez vous呢 就不是表示在你们家了 而是在你们这个地区 我们要根据上下文 来理解它的确切意思啊 好 那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名词 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的 Une manifestation des fermiers Fermiers是一个职业啦 农民 或者说农业工作者 那它的音信形式是 Ferm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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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也是一种 阳性名词变音性的 非常典型的情况啦 大家可以记一记得 那可能有些同学呢 见过另外一个 用来指农民的词 叫做 Baison 我们再讲到 Cap吃鲜饼的那一刻 里面有见过对吧 那个里面呢 Baison是作为形容词的 我当时给大家翻译成 土家的土室的 Baison Baison 那这个词 它用作名词的时候 也是可以指农民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啦 Baison这个名词呢 是带有一点贬义的 或者说是一种灭称 如果说一个人是Baison呢 就感觉是说他很土 没见过什么世面 从乡下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在说到 人家的职业的时候 最后还是说 Fernier 农业工作者 更加的增进一些 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Scene 3 Dans la montagne en fin d'après-midi Il faut prendre à droite A gauche Le chemin est plus large Il va vers l'est Nous on doit aller à l'ouest Ella a raison Mon caillou est à l'ouest Fanny A ton avis Écoutez Vous connaissez la région Vous décidez Moi j'ai mal aux pieds J'ai chaud J'ai soif J'ai faim Je suis fatiguée J'ai envie de rentrer 那我们从这个场景当中 已经可以感受到 Fanny的暴躁了 不过可能同学们 暂时还没有听懂 她为什么这么暴躁 她在抱怨什么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Don't let me die 在山里 En fin d'après-midi En fin d'après-midi En fin d'我们已经学过了 在什么什么的最后 他们早上7点就出发了 而现在已经是傍晚 天都快要黑了 En fin d'après-midi 那我们可以从场景当中听出来 他们是在山里 一个鸟语花香的地方 环境应该比较好的 那首先是克伦迪亚说 il faut point d'adroute 什么意思呢 大家应该可以看懂 adroute 向右 point d'adroute 其实它这里省略了一些东西 它应该说的是 point le chemin d'adroute 走右边的这条路 le chemin d'adroute 那我们要问了 scheman是什么意思呢 好像听起来也是道路的意思 对吗 那和la route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很简单 la route我们之前讲过 一般指的是公路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 是长这个样子的 而scheman 它指的可以是更小的路 像那种山间小道 林间小路 都可以叫scheman 所以它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另外呢 scheman这个词 它也更加的常用一点 因为它也可以用来指 比较笼统的道路的概念 比如说 我们如果走在山间 不认识了 迷路了 那就是berte son scheman berte son scheman 迷路 berte就是失去了什么东西 他失去了找不到路了 就是迷路走失了的意思 berte son scheman 而且一般呢 我们会用主要形容词 来限定这个scheman 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的路了 所以如果是我迷路了呢 就是je perdu mon scheman 那迷路了以后 应该怎么做呢 对啊慌张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找一个路人来问路 所以问路呢 有一个固定的词词 一般我们不会说 所以scheman可以用来指 这个笼统的概念 那我们还有一句谚语 这句谚语是法语 和我们中文当中一样的 应该是中文翻译的法语 或者其他国家的语言吧 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虽然说我们翻译成大路 但是它用的是scheman这个词 因为在这个谚语诞生的年代 应该还没有hut这个东西 所以是 可以指它通向某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了解了 scheman这个词的一些常见的用法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克罗迪亚的那句话 il faut point at what 我们也知道了 它指的是 il faut point at what 但是这里的il faut 要怎么样来理解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句型了 il faut 它是一个无人称句 那il在这里 并不是指的某个人 他而是一个无人称语语 其实说白了呢 就是说il faut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它指的是应该怎么怎么样 不得不怎样 那我们首先理解一下 这里的foo呢 来自动词falluar falluar 它的原型是这样写的 而这个动词呢 它只有第三人称单数 这一种变味形式 也就是说 这个动词 它生来就是用在il faut 这样的结构当中的 这样说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看 il faut应该怎么使用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直接在后面 加上动词不定式 就可以表示 应该做某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两句名言 来理解它的用法 第一句呢 可能比较熟悉的是来自 Molière Molière 它的戏剧当中一句话 il faut manger pour vivre et non pas vivre pour manger 什么意思呢 应该 il faut 应该吃是为了活着 而不是活着为了吃饭 这是最直白的一个翻译 要帮助大家理解它的意思 il faut manger pour vivre et non pas vivre pour manger 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的意思 吃饭是为了活着 但活着不只是为了吃饭 il faut manger pour vivre et non pas vivre pour manger 只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不过现在呢 不像我们经常说自己是吃货 其实法国人也很爱吃啊 他们可以说是欧洲的中国人了 因为他们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吃 所以呢 爱吃的法国年轻人 也会故意去饿倒这句话 他们会说 il faut vivre pour manger 我生来就是为了来吃的 好 那这句话呢 就帮助我们理解 il faut的用法 还有一句呢 就显得更加吃意一些了 他来自法国的一个著名诗人 Paul Valéry 保罗瓦莱里 他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 叫做 Le Cimetière Marin Marin这个词我们先见过 Sous Marin 潜水品 那Le Cimetière呢 就是牧原的意思 所以这首诗的名字叫 海滴牧原 Le Cimetière Marin 在当中呢 有这样的一句话 非常的著名 Le vent se lè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 Le vent Fond se lève 我们知道它是se lève的变味了 那风怎么样起床呢 这里不是起床的意思了 它用到的是一个隐身译 起风了 Le vent se lè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 但是呢 我们还是应该努力事故 去认真的活着 这里有一个词组叫做 Tenté de Tenté de faire quelque chose 努力尝试做某事 也就是说 虽然说风起来了 它比喻我们人生当中 可能遇到了一些阻碍 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认真的去 vivre 而且这句话的翻译呢 也非常的诗意 叫做 纵有疾风起 人生不言起 翻得非常好啊 那一些爱看动画的同学呢 可能也看过 龚崎骏的一部动画 叫做起风了 那其实这句话呢 就是曲子这首诗歌当中 Le vent se lève 那当然我们更需要掌握的是 后面的 il faut tenter de vivre 好我们会发现 就这样的一句话当中 我们就学习到了 好几个小重要的语发点 那接下来的呢 就稍微简单一些了 以后我们说 A gauche 左边呢 Le chemin est plus large 左边这条路呢 更大一些 更宽敞一些 更好走一些 Mais il va vers l'est 但是它却是通向东面的 这里又出现了 就是朝着某个方向的 vers l'est 朝着东面的 nous我们呢 on doit aller à l'ouest 我们应该往西走 嗯 est west 就是法语当中的东和西了 只要注意一下 东面 est 它的发音呢 比较特殊 有些同学会不会把它看成 ir est de de dion的那个m 听起来确实是一样的 但是它表示东面的时候 st是要发音的 est 东面 l'ouest 西面 那南面和北面呢 le sud 和le nord 这就是我们法语当中的四个方向了 那要表示在某一个方向 我们就可以用解词 al'ouest al'est au sud in vertant对于应该往西走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他说 é la raison 嗯 他说的很有道理 avoir raison 表示这个人有道理是正确的 avoir raison é la raison 或者tu a raison vous avez raison 都是表示赞同某人的观点 绝对他说的是对的 mongeru est à l'ouest mongeru在西面呢 那可以看出来 他们应该已经在反程的路上了 那都已经快天黑了 再不回去也是有点难办了 毕竟这里可是有故事有熊的 那接下来 Jéhame说 Fanny à ton avis 那Fanny 你怎么看了 à ton avis 这里呢 我们又新学了一种表达 首先AV这个名词 它表示的是某人的意见和看法 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à son avis 意思就是在某人看来 依某人看 朋友呢 这里的这个son 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来替换任何一个主要形容词 比如说 依我看 就是 à mon avis par exemple à mon avis du ne doit pas sortir avec lui 依我看啊 你就不应该和他出去 或者说你不应该跟他去约会 sortir avec quelqu'un 可以只跟某人约会 à mon avis du ne doit pas sortir avec lui 或者呢 在征求别人意见的时候 à ton avis 你觉得呢 à votre avis 你们觉得 或者您觉得呢 所以这个son avis的表达 非常的实用 表示依某人看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学习一种和avi 这个名字有关的表达 叫做être de son avis 它的意思是同意某人的观点 也就是相当于 être d'accord avec quelqu'un 对不对 我们已经学过的同意某人 比如我同意您的观点 我就可以说 je suis de votre avis je suis de votre avis 它就相当于 je suis d'accord avec vous je suis de son avis 我同意他的观点 je suis d'accord avec lui 所以être de son avis 这个表达我们也可以记起来 而且我们要特别注意 在这两种表达方式当中 借此的使用 在某人看来 à son avis 同意某人的观点 être de son avis 好 所以这里呢 之后我们是在征求 fanny的意见 fanny à ton avis 结果我们却听到了 fanny非常暴躁的一段话 她究竟说的是什么呢 écoutez 你们听好了 vous connaissez la région 你们比较熟悉这个地区 vous décidez 你们来这里 moi 我呢 je mal au pied 我脚痛 je chaud 我很热 je soif 我非常的苟渴 je fain 而且很饿 je fatigué 我整个人都累的不行了 je en vie de rentree 我现在就只是想回家 可以看出来 fanny整个人是已经 又累又饿又热又渴 已经快要崩溃了 那所以呢 从他这段话当中 我们知道学习 也是今天这一节课 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关于exprimer des sensations 怎么样来表达 你的一些生理的 或者心理的感受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从moi这里开始 moi je mal au pied 是他的第一个感受 他脚很疼 所以如果我们要表达 某个部位疼痛 就可以说 à voir mal a 而且mal和à 中间一般都需要连音 à voir mal je mal au pied 我脚疼 je mal à la tête 我头疼 je mal à l'estomac 我胃疼 等等 注意某个部位疼痛呢 我们也会用这词à 来引出这个具体的部位 所以这是疼痛的表达方式 à voir mal 那接下来他说 je shoe 我又很热 je suave 我很渴 je fin 我很饿 其实这三种表达 都是一样的对吗 我们也会发现 法语和英语不一样 法语名表达渴啊 饿啊 或者热啊冷啊 都是用形容词 I'm hungry I'm thirsty 等等 而法语当中呢 我们会用这些感受的名词形式 比如说热就是瘦 注意这里的瘦是名词 那可呢 叫做souff la souff 肚子饿的感受呢 la fin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饿的时候就像吃饭对吗 la fin 都是一些名词的形式 那如果要表达我有这种感受呢 我们可以看这几个词组 à voir chaud à voir souff à voir fin 注意这几个固定的表达 用动词à voir 并且呢 中间是不能加管词的 这是固定的表达方式 所以我们就学会了 怎么样说自己很热 很渴 很饿 后面他说 sui fatigué 我很累 这个我没有问题 j'ai envie de rentrer 我好想回吃 这里的想 他是怎么表达的呢 à voir envie de à voir envie de faire quelque chose 就是想做某事的意思 他其实是相当于 vouloir faire quelque chose à voir envie de 所以翻译最后发飙的这一段话当中呢 倒是教会了我们很多 关于表达自己感受的方式了 好 那在学习完这个场景之后 我们会发现 那里面需要我们去掌握的知识点 包括一些固定的表达方式等等 还是比较多的 那需要同学们在课后呢 再做一定的整理和复习 以便更好地掌握我们今天学习的知识 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今天继续来看我们更多的内容 上一节课讲到 在我们的欧望道内远租域行当中呢 范妮因为又累又渴又饿 在路上发飙了 那我们也通过他的那段话 学到了怎么样用法语 来表达我们的一些感受 我饿了 我渴了 我很热 我很冷 等等 其实这种表达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用avoir这个动词 加上表达各个感受的名词 并且不带贯词 je fain je soif je chaud je froid 等等 以及如果是想要表达自己的意愿 我会想要表达自己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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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要出发 我会想要走 那现在我们会发现 我们进行课计词4的内容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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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5-5 5-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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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比如我现在在做某一件事情 那下一个星期呢 我们也学过一个形容词 叫做 pochin pochin la semaine pochin 就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 下一个星期 那我们可以区分一下 suivant和pochin 它们使用上的不同 那suivant这个词 也可以用一个名词使用 表示下一个 le suivant 所以我们如果在排队办理一些事物的时候呢 可能会听到他们说 au suivant 那么意思就是 下一位 au suivant bon le matin suivant 第二天早上 Bertrand说 alors Bertrand don't need aujourd'hui 那今天不去远足了吗 其实他根本也不想去 installer installer 表示放置安装 那它是在家里需要装一个设施 我们先来看installer这个动词 它不仅可以指我们安装某一种设施设备 同时也可以用来指 我们把家安在什么地方 比如 ilinstaller safhanie en Provence 它把自己的家 那我们不能说安装了 而应该说安置 它把自己的家安置在了外省 ilinstaller safhanie en Provence 那这句话呢 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打达 叫做 ilinstaller en Provence 就是说 他们定居在了外省 ilinstaller en Provence 所以installer这个动词 也可以加上自反代词丝 来构成一个代词式动词 installer 意思就是定居 ilinstaller en Provence ilinstaller en Provence 他们定居在阿里 等等 这是installer这个动词的一些什么方式 那么Jérôme 他在installer什么呢 le bain-eau solaire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an bain-eau指的是面板或者木牌 也就是一块板子这样的东西 an bain-eau an bain-eau solaire solaire它是一个形容词 指的是和太阳有关的 太阳的 比如 我们如果说到日历 有阳历和阴历之分 那么日历本身叫做 如果是 le bain-eau solaire 就是我们说的阳历了 也就是功历 英语叫什么呢 它是和月亮有关的 所以是 le bain-eau solaire 因为它主要是按照月球的运转周期 来制定的 所以是和月亮有关的 Luner alor le bain-eau solaire 有什么东西呢 和太阳有关的板 其实我们理解一下 就是我们图上的这个 用来收集太阳能的面板 le bain-eau solaire je stade le bain-eau solaire 他今天要在家里 把这个面板给搭起来 嗯 等一下来边汤的回答 也非常的好笑 我呢 我就去书下面看看书吧 je vais lire sous les air 在书下面 他用到了素这个节词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 真的缺根弦呢 还是故意的不想帮忙 然而 Jérôme并没有让他得逞 他说 实际上呢 我是需要你的帮忙 帮我一起搭吧 这里有一个 它呢 使用在口语当中 表示一种强调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理解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翻译成 实际上呢 事实上呢 我需要你的帮助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 非常实用的词组 首先 这个阳心的名词 指的是需要需求 per exemple dormir et manger son des besoins de base 什么吃和睡 这两个动作呢 是des besoins de base de base 指最基本的 所以说吃和睡 是最基本的需求 dormir et manger son des besoins de base 那besoins更多的使用呢 则是在这样一个词组当中 avoir besoin de 表示需要 也就相当于英语里的need per exemple jé besoin d'argent 我需要钱 jé besoin d'argent 那同学说 是不是avoir besoin 后面的名词 又不是要加罐词呢 其实没有这个说法 加不加罐词呢 而如果我说 jé besoin de l'argent 大家理解一下 它的意思是说 我需要这笔钱 用了定贯词 那这里的钱呢 就是有所指的 那一笔钱 jé besoin d'argent 所以这两句话 意思是有一点区别的 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好 我们上一个场地当中 vercon最终还是没有能逃脱 要帮助这些后们 去installer le bain de soleil 我们给你一个图案可以看出来 这并不是一项非常简单的工作 所以说它肯定是 Lady13被疼的 因此 Le Soir Cenne 5 Le Soir Bertrand Il faut partir d'ici Je suis d'accord Je ne peux pas continuer à ce rythme Dis à Jérôme Que tu as mal au dos Je suis sûr Que Claudia a un produit pour le mal de dos J'ai une idée Demandons à Caroline d'appeler au secours Le Soir Façsana Bertrand Il faut partir d'ici Façsana 你终于忍不住 对她丈夫说 我们应该从这里离开 或者说的严重一点 我们应该逃离这里了 Il faut 我们又看到这一个无人称句的导答 应该怎么怎么样 Il faut partir d'ici 我们这页后面 d'ici这样的使用 那de 在这里呢 表示一个动作发生的起点 或者来源 从这里离开 partir d'ici 那这个用法 我们之前已经接触过了 对吗 就在 venir de Je viens de Paris 我来自巴黎 那如果要询问对方 来自哪里呢 我也会这样问 d'où venez vous d'où venez vous 所以这个表示动作来源的这词 de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以省掉的 Il faut partir d'ici Je suis d'accord 我同意 Je suis d'accord avec toi 那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样的句子 来表达这句话呢 我同意你的看法 也是刚刚学到的 我们可以说 Je suis de ton avis Je suis de ton avis 用 avis来表示 我同意你的看法 Je ne peux pas continuer à ce rythme 这种节奏啊 我实在是继续不下去了 这个continue语的动词呢 相信大家看着词形 非常的好理解 也是和英语的continue差不多 那公经约的用法呢 我们可以来仔细的看一看 首先他可以做 极物动词使用 我们要注意一下 在这第一点后面 写着V T D I R 它指的是 verbe transitive direct 就是直接极物动词 那么当然又间接极物动词了 就是verbe transitive indirect 除了极物动词之外呢 我们还有不极物 它的缩写是V I 那么它指的是 verbe intensitive 就是不极物了 所以这几个缩写呢 大家可以记一下 它有助于我们来记忆动词的使用 比如说像公经约 它的第一个用法就是 直接极物动词 也就是后面可以直接跟名词的 它指的是某人继续某件事情 也就是主语是人 比如说 il continue c'est du de 它继续它的学习 continue后面直接加上 c'est du de这个名词 或者也可以说 continue c'est du de 继续它的生活 这是第一种用法 我们看第二种用法 后面给的作写是verbe 那么它指的是不极物动词了 它指的是某事继续下去 所以它的主语是 比如说 la plus continue 在继续下 la plus continue 会议还在继续 也就是在这种用法下呢 一般是物足主语的 这些继续动词呢 意思是说 它可以集物 后面可以跟兵语 但是中间要用一个戒词来引出 而且这个兵语是间接兵语 我们先理解一下概念上的问题 那具体用哪个戒词来引出呢 每一个动词不一样 比如说continue 我们就可以说continue a 或者continue de 这时候我们可以在后面 直接跟动词的不定式 也就是continue a faire quelque chose continue de faire quelque chose 它的意思是继续做某事 比如 il continue a parler 他们继续说话 那当然我们说 il continue de parler 也是可以的 有些同学在自学的时候 现在已经非常小了 法国人呢 几乎就是不分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记忆 好了解了continue这个动词的用法之后 我们再去看Bertrand的那句话 je ne peux pas continuer à ce rythme 这个节奏啊 我实在是继续不下去了 所以凡尼说 dia Jérôme que tu es malo de 那你赶紧告诉Jérôme 你背很疼 因为他早上在帮忙装那个太阳能的板 dia Jérôme que 这个可以用来引出后面的从句 也就是tel Jérôme that que在这里相当于that的用法 那除了dia Jérôme que Bertrand说Dia malo de avoir malo 啊某个部位疼痛 那具体是哪个部位呢 le dos 背部 avoir malo de 就是被疼 Bertrand说 je suis sûr que 用到了这个g je suis sûr que Claudia un produit pour le malo de 我很确定Claudia 他肯定有一个用来治被疼的produ 这样的一种产品或者药品 所以意思是说 他把我治好以后 我还是得去给他做那个苦力啊 也不是长久之策 这里呢 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续合这个形容词 它也是有阴阳性的区别的 阳性 蓄合 阴性 加上一个 首先我们要注意区分 表示方位的介词蓄合 和这个形容词 一个有帽子 一个没有帽子 大家在自己写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不要写错了 还有一点呢 如果这个蓄合的主语是阴性名词 我们也要记得用阴性的形式 也就是如果这句话是范尼说的 那么他应该写成 je suis sûr que Claudia un produit pour le malo de 这个蓄合的阴阳性 也是很多同学容易遗漏的一个问题 P我们来看范尼说 Jény dé 我有办法了 Demandons à Caroline d'appeler au secours 我们让Caroline 也就是他们的女儿 打个电话来救命吧 来救救我们吧 但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怎么样能逃离这个地方 应该是想让Caroline 打个电话来说 嗯有什么急事 然后让他们赶紧回去 这种办法了 可惜他们在这里待得有多惨 真的是 Guerre jurene 好 在这句话里面呢 出现了Demandé这个动词 也是我们需要重点掌握的 Demandé这个是要求需要 那我们常见的两种用法呢 第一个是 Demandé quelque chose 也就是像某人要求一样东西 或者像某人询问 比如 L'enfant demande de l'argent à sa mère 这个孩子呢 向他的妈妈要钱 Demandé de l'argent à sa mère 那在这种结构当中 直接谜语是 De l'argent 间接谜语呢 使用大引数的 Sa mère 我们可以先理解一下 这是要求某样东西 那询问呢 其实我们也很熟悉 比如 Demandé son shaman Il demande son shaman à un passant 他向一个路人问路 Il demande leur un passant 他向一个路人询问时间 这些呢 都是用到了Demandé quelque chose à quelqu'un的结构 而第二种用法 比较常见的是 Demandé à quelqu'un de faire quelque chose 叫某人做某件事情 要求或者请求他做一件事情 我们注意啊 这里的G'l'argent 仍然是间接的语 是要用A来引出的 Demandé à quelqu'un de faire quelque chose 比如 Elle demande à son mari de mettre la table Elle demande à son mari de mettre la table 还有我们课文理的 Demandé à Caroline d'appeler au secours 用到的都是这个结构 要求某人做模式 Appeler 我们之前知道 它是呼唤某人的意思 其实呢 它更多的用在表示打电话 Appeler G'l'argent 就是给某人打电话 那这里 让他们的女儿打电话来 是来救命的 Au secours Au secours 救援 援助 那我们英语当中有help 法语里呢 就是Au secours 救命 比如我们可以介绍这张可爱的图 它说 Non non au secours 不要不要救命啊 不要洗澡 L'eau c'est pas bon pour les chats 所以对猫一点都不好 这个哑猫的同事应该很有感触啊 他们是非常讨厌洗澡的 所以它发出了Au secours 救命这样的感慨 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好 主持人在学校课完之后呢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一些空课诺补充的内容 在这节课当中 我们学会了怎么样用法语来表达方位 除了比较简单的上下左右之外 我们也学到了几个大的方位 Le Nord 北面 Le Sud 南面 L'Oeste 西面 还有L'Est 东面 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东北 西北 东南 西南这样的表达对吗 其实在法语里呢也很简单 东北 Le Nord-Est Le Nord-Est 一般这里我们会跟H连音 不会跟这个不发音的De连诵 Le Nord-Est 东北 注意它和我们的表达是反过来的对吧 它是Nor在前面 Est在后面 Le Nord-Est 西北呢 Le Nord-West 那么东南 Le Sud-Est 西南 Le Sud-West 都是倒过来的 它们是北和南放在前面的 那么我们也学到了 如果它表达在某一个方位呢 会用哪个节词 我们会用节词 A 再给念 Au Nord 再来念 Au Sud 还有 Al-Est Al-Est Au Nord-Est Au Nord-Est Au Sud-Est Au Sud-Est 其实把这些词记住了以后呢 用来表达在某一面 还是比较简单的 不过呢 我们注意一点啊 有时候可能也会看到 Dans le Nord Dans le Sud 这样的表达 那么用节词A和用节词Dans 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分别看这样的两个例句 第一个 它的主语是Lion Lion 我们知道它是法国的一个城市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Lion est dans le Sud de la France Lion 在法国的南部 下面一个句子呢 主语是L'Espagne 西班牙 L'Espagne est du Sud de la France 相信这样 大家就可以看出区别了吧 如果这个南 表达的是在贪照物内部的南方南部 那么我们用Dans 来表示 Dans le Sud de la France 而如果是像西班牙这样 在法国的南边 和它接壤 它不属于法国的 那么我们用A A 再上le Sud 欧许 好 在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 接下来聊聊时 我告诉大家 它讲的是什么 请你们可以先听我读一遍 试着去理解 Le temps en France Dans l'Est de la France Les hivers sont froids Et les été Sont chaud Dans l'Ouest Et dans les régions du centre Le temps Est plus doux Il pleut souvent Mais Il y a de très beaux printemps Dans les montagnes Les hivers Sont très froid Dans les régions Méditerranéennes Les hivers sont doux En été Il fait très chaud L'automne Est la saison La plus agréable Mais 就是这样一篇短文 那么大家可不可以 看这赛书 它讲的是什么呢 那肯定有一些词 和表达 是我们还不认识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哪里来判断 Dans l'Est de la France Fa国的东面 我们看到后面 有些什么 Froid Ceau Henleng 什么Hen热 然后 dans l'Ouest 在西面呢 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它是可以猜出 它讲的是天气呢 所以其实它的题目 Le Don of France 这个Dans 指的就是天气了 我们以前学习到的Dans 表达的是时间 那今天我们就学到 它的另外一个意思 表示的是天气 那么说到天气呢 一年四季都不一样 那我们肯定要先学习一下 法语当中一年四季的表达 其实在我们的这篇短文当中 都有出现哦 我们一起来看看 Les quatre saisons de l'année 一年的四个季节 首先是春天 Le printemps 这个词可能有些同学 以前已经认识了 Le printemps 因为法国著名的那个春天百货 就是叫这个名字 Le printemps Et puis après le printemps C'est l'été 夏天 L'été 对啦 这一次的评写呢 和我们动词être的过去分词形式 是一样的 L'été Et puis接下来是秋天 Le Donne Le Donne 最后呢 是比较冷的冬天 L'Iver 那既然这里用了声音 那说明这个 Iver 它头的二十 是一个雅音二十了 L'Iver 好 这就是法语当中的一年四季 Le printemps L'été Le Donne Et L'Iver 那么我们怎样表达 在某个季节呢 这就涉及到季节前面的 戒词要如何使用 我们来看 在春天是 Au printemps Au printemps 在夏天 On n'été On n'été 在秋天 On n'éton On n'éton 在冬天 On n'éton On n'éton 所以我们会发现 只有春天比较特殊 它前面的戒词用的是A 其他的三个季节呢 我们都用戒词On 来表达在这个季节 那会说为什么呢 里面四个季节是 性质一样的词啊 为什么前面用的戒词不同呢 大家自己能看出来呢 Penum和其他三个季节 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它是福音打头的 所以说到底呢 还是为了发音啊 因为后面的三个和On 都是可以连诵的 而且连诵是必须的 On n'éton On n'éton On n'éton Pe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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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季节前的戒词呢 也是需要大家记好的 那了解了季节的说法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 每一个季节 它的天气都是怎么样的呢 用法语表达天气呢 我们也会用到一个 非常简单的无人称句 叫做 Ile fait Ile fait 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说 Au printemps Il fait doux 春天 非常的温暖 Ile fait doux 所以Ile fait后面 直接加上形容词 就可以表示天气怎样 Au printemps Ile fait doux On n'éton Ile fait chaud 夏天呢 天气很热 Ile fait chaud 我们注意这里的树呢 是一个形容词 它和Jé chaud Jé froid当中的 chaud 词性是有一点区别的 不过就不妨碍 我们去记住这些句子 En indé Ile fait chaud On n'éton 秋天 天气是怎么样的呢 Ile fait sec 秋天会比较干 Ile fait sec En hiver 冬天呢 当然 Ile fait froid 当然是比较冷了 Ile fait froid 这几句呢比较简单 帮助我们来了解 Ile fait这个句式的用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更加详细的看一看 除了这几个统统的形容词之外 在每一个季节 都会有怎样的天气现象呢 Quel temps fait-il 这就是我们询问天气的方式 Quel temps fait-il 天气怎样呢 Au printemps Ile fait doux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Le temps est doux Le temps est doux 就是天气很温和 Il pleut souvent 经常会下雨 对吧 所以下雨呢 我们也是用 Ile这个无认称书语 加上plevoir的变味 Il pleut就是下雨 Il pleut souvent 经常下雨 Et en été Il fait chaud 我们也可以说 Le temps est chaud 还有什么特点呢 Il y a du soleil 一般的太阳很好 Il y a du soleil 这个太阳阳光 也是比较凶飘飘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用部分冠词 DU来限定 Il y a du soleil 那么秋天呢 On a ton Il fait sec Ou le temps est sec Il fait toujours très beau 天气总是非常好 因为我们说秋高气爽嘛 所以Il fait beau 表示的就是天气很好 那和它相对的 我们可以说 Il fait mauvais 天气很糟糕 那有可能是下雨了 有可能是有雾霾等等 对吧 Il fait beau Il fait mauvais 那在秋天 Il fait toujours très beau Il y a du vent 而且呢 会有一些风 Le vent就是风的意思 Il y a du vent 同样用部分冠词来限定 好 最后呢 我们又来到了冬天 En hiver Il fait froid Le temps est froid 那冬天最有特色的一个 季节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会下雪 Il neige parfois parfois有时候 Il neige Neige就是下雪的意思 那么天下雪了呢 Il neige Il neige parfois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关于天气的一些表达 首先询问天气 Quel temps fait dire 这句话我们需要记住 Quel temps fait dire 天气怎么样呢 那我们可以直接用形容词来表示 那么就是Il fait 加上一个形容词 Il fait beau Il fait mauvais Il fait chaud Il fait froid Il fait doux Il fait sec 很简单对不对 只要记住这些形容词就可以了 或者呢 我们可以描述一些天气的现象 什么下雨了 下雪了 主要就是这两种对吧 这时候呢 我们还是无人称属于 Ele 加上这个反式下雨 下雪的不及物动词 Il pleut Il neige 那我们要记住一下 Ple它的原型是 Plevoir 它是一个第三组动词 那么只有第三人称单数的这个变位 Il后面的Ple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掌握它的过去分词形式 叫做Ple 所以如果是昨天下过雨呢 Il a plu hier Il a plu 而后面的下雪 Il neige 这个neige就简单一点了 因为它是很典型的第一组动词 所以如果是昨天下雪了 Il a neige hier Il a neige 这是第二种改造方式 第三种呢 可能是这天有风 有太阳等等 那我们就可以用 Il y a Il y a du vent Il y a du soleil Il y a du brouillard Le brouillard 就是雨 如果那天有雨呢 就可以说 Il y a du brouillard 这就是我们关于天气的一些表达了 在今天补充给大家的 那么学会了这些内容以后 我们再去看那篇小短文 是不是觉得有点豁然开朗 一下就理解了呢 不信呢 这跟着聊天要识 一起来看一看 Le temps en France 法国的天气 Dans l'est de la France 在法国的东部 Les hivers sont froids Dant天呢 很冷 Et les étés sont chaud 夏天很热 这不是废话吗 哪里都是冬天冷夏天热的 Dans l'ouest 在西边 Et dans les regions du centre 以及中部的一些地区 Le centre 就是东南西北中的中暗 Le temps est plus doux 天气呢 更加的温和一些 所以刚才这句话 应该是说在东部呢 冬天冷夏天热 这个现象更加的明显一点 那在中部呢 Le temps est plus doux 天气就更加温和了 Il pleut souvent 经常下雨 Mais il y a de très beaux printants 但是这里的春天非常的美 Il y a de très beaux printants 注意这里的de的用法 因为它出现在了 复述的形容词 Bourg的前面 这个用法呢 也要是课题请大家 不要忘记了 Dans les montagnes 在山区里 Les hivers sont très froids 冬天非常的冷 Dans les regions méditerraniennes 这个词很长啊 那它是个形容词 这个是地中海的 地中海本身叫做 La méditerranée 所以它的形容词 Mediterranien Mediterranienne 我们知道有种气候叫做 Le climat méditerranien 就是地中海气候 Dans les regions méditerraniennes 在地中海地区呢 Les hivers sont doux 冬天很温和 对啊 非常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啊 On l'idée 夏天呢 Il fait très chaud 还是非常热的 Le temps est la saison la plus agréable 那秋天就是这一块地区 最舒适的季节了 La saison la plus agréable 这里用到了agréable 舒适这个形容词的最高级 那其实最高级呢 也不难 在前面加上了一个冠词 对吧 La plus agréable 就相当于the most 那当然了 等之后还会带着大家 系统的来学习 其中词的最高级 所以现在再看这篇文章 是不是非常简单了呢 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个小问题啊 我们看到在这个文章里 Don l'est Don l'est 还有Sant 他们这里的东南西北 都是大写的对吗 那是不是这几个表示方位的词 一定要大写呢 并不知道 而是在这里 它特制了法国的东部 西部 中央地区等等 它相当于变成了一个 专有名词了 一起来走个小练习吧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